当播足球快信 拉查姆里期待主场吞下三分 周日晚上泰超继续展开争夺 拉查姆里将助阵主场迎战巴吞联 巴吞联 联赛至今客场竞争力不足 胜率只是得一成多些 实在是难以给人信心 巴吞联金仗只有拜阵而回 另外音直播到时将会有 今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拉查姆里近期联赛整体发挥得不错 由10月中到现在 球队保持不败 期间录得两胜四和的战绩 而军场失球数不够一个 可见防守稳健成为他们的武器之一 拉查姆里目前13轮联赛 拿到7胜5和一负 其中超过五成的胜率 帮助他们排名积分榜前列 而达利和科达斯 即是拉查姆里的主要攻击手 他们分别有6个和5个联赛入球进帐 当中上轮大胜巴属的比赛里面 达利更是梅开二度 个人状态出色 今次主场对阵巴吞联 他将会是对手后防线的心腹大患 虽然之前11月初大胜 那空拉查司马 拿到良好开局 但巴吞联未能持续发挥 球队最近两将各项赛事均密 两场比赛合共失四球 只是攻入了一球 他们近期可谓系攻不锐 守不稳 需要指出的是 巴吞联最近6次对阵拉查姆里赢足4场 往迹确实占据上风 不过论近况 球队肯定是略信一筹 而且 巴吞联 联赛至今主要靠主场 5胜1和1负 搵食 但球队客场发挥就麻麻 六轮只是赢过一场 其余2和3负 得失球比为8比8 由于巴吞联近期整体发挥欠戒 同埋球队原本就不擅长客场作战 在难有竞争力的支持下 巴吞联此行不宜高估 感谢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